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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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先感謝公司給我成長的機會 那今天由我代表領袖俱樂部跟皇家俱樂部 來跟各位做公司介紹 那還是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知性與美麗的代言人李寶米星光大師 首先在公司介紹之前我想要問大家一個問題 就是大家是來這邊聽故事的 還是來這邊找夢想的 好 那既然是來找夢想的 剛剛想不想羨不羨慕剛剛在分享的星光大師 羨慕對不對 所以接下來大家不要看我講得好不好 但是我的內容做得很好 所以如果我講得不好的時候呢 大家用心的看著投影片好不好 好 因為那是你們的夢想 你把它看熟了 你把它看透了 那你自然可會去跟你的朋友做 愛多美的公司介紹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吸引志同道合的朋友 跟你一起來努力愛多美這個事業 那對我來說愛多美是一家忠於原則 而且它在創造傳銷新文化的一間公司 那怎麼說呢 因為第一個從以前開始啊 我們從一開始加入愛多美的時候呢 我們不斷地在聽到什麼話呢 聽到第一個 愛多美在重新改寫傳直銷的歷史 所以有沒有陸會會 沒有 好 那有沒有首購 有沒有重銷 所以要不要一年消費一兩萬才可以維持資格 也沒有 我們一年只需要消費多少 七十二塊最少的金額是嗎 就可以維持你的會員資格 但我相信呢 我們所有加入愛多美的會員 都是因為熱愛商品 而加入愛多美資金公司的 所以可不可能一年只有消費一次 不可能 因為我們會自然的想要消費 所以愛多美這家公司呢 做到讓消費者沒有負擔 那第二個呢 我們一直不斷地在聽到兩句話 第一句話就是 絕對優良的品質 第二句話呢 絕對低廉的價格 這一個部分呢 會不會讓消費者自然回購 會的 所以第一個 第二個 讓我們做到消費者也可以省錢的部分 好 再來呢 如果你覺得愛多美的東西 好用又便宜 同時也是一個事業的機會 那愛多美又創造了一個網路創業的機會 所以呢 要讓消費者也可以賺錢 那這個部分呢 是我們從 我從一開始加入 我一直不斷地聽到 我的上限 還有一些成功的人士 不斷在跟我介紹愛多美的時候呢 這些都是吸引我的一些內容 那這麼多年以來 我保證它是真的 因為我是透過這個系統到現在的 好 所以呢 顛覆傳統的傳直銷的文化 所以我們競爭對手是傳直銷嗎 也不是齁 我們的競爭對手 第一個是網路購物平台 第二個呢 是電視購物 第三呢 是一個大賣場的平台 所以呢 我們的價格呢 比大賣場還要低 但是品質有沒有比它更好 有 品質絕對比大賣場的品質還要再更好 再來呢 我們又做到一個公平合理的利潤的分配 好 所以愛多美的經營目標 它不是跟一般傳直銷 做競爭幾百億的商機 總製造打了一個很大的口號 它要做的是什麼商機 造園的商機 它要做的是第一名的主義 它要做世界一流的流通公司 那接下來從哪裡可以看到這些數據呢 我們在建立一個全球性的流通公司 從2009年在韓國成立以來 到2010年到美國 到2011年到日本 接下來到加拿大 什麼時候到台灣的 2014年到台灣 所以台灣到現在才幾年的時間 五年的時間 五年的時間 創造多少高收入者 大概二三十位了 這樣的一家公司棒不棒 非常的棒 所以陸續 我們有在新加坡 柬埔寨 菲律賓 馬來西亞 泰國以及墨西哥 到澳洲 然後接下來開幕的是哪一個國家 俄羅斯 你們講太快了 俄羅斯即將開幕 剛剛是不是在影片上面 有看到俄羅斯即將開幕 那各位有沒有俄羅斯的夥伴 我也還沒有 我很期待 就是現在看到的14個國家 我都有會員 可是就是俄羅斯沒有 所以要不要積極開發一下 要 那或許在座的各位 你們有認識俄羅斯的夥伴 也可以積極的去俄羅斯 不用現在去 就找經營者過去 開發這個市場 好再來呢 我們透過剛剛一個全球的流通公司的表現 在2017年 我們記得在2014年的時候 我們進入世界傳銷的百大34名 大家記得嗎 然後2017年已經來到第幾名了 27名了 這樣一家公司有沒有非常棒 所以大家現在在愛多美 因為愛多美已經被證實是一個成功的模式 所以大家在這邊努力 是有夢想是有期望的 是達得到的 再來呢 2017年呢 台灣愛多美榮獲第71屆 中華民國優良商人獎 所以其實去年2017年我記得 總共有28個廠商得到優良商人 可是呢大家知道嗎 只有愛多美一家是傳直銷公司的耶 有沒有很棒 要不要給公司一個熱烈的掌聲 好 再來呢 2018年呢 台灣愛多美成為 我跟各位講我這個資料喔 一直在改 數字一直在改喔 之前談的是2017年 台灣愛多美成為台灣直銷產業的第10名 有沒有 可是呢我們現在來到第幾名了 第7名了 所以真的是代表愛多美的成長速度 然後跟它被消費者喜愛的接受度是非常高的 再來我們一直在談愛多美的一些經營的策略是什麼 以消費者為經濟導向的 那公司呢 因為一直以消費者為經濟考量的 所以它有沒有一直致力在產品的研究跟開發 所以大家 為什麼愛多美的商品一上市就會被搶購一空 因為太好用了 對 因為產品被消費者所信賴 所以大家毫不猶豫的 只要公司一上架有沒有被馬上搶購一空 那剛剛總經理也有談到啊 經過要進來愛多美的門檻高不高 非常的高喔 為什麼 他要替消費者把關嘛 好 所以因為我們的目的是在提高顧客的滿意度 還有我們有一個對產品把關的非常嚴格的 就是我們的普韓基董事長 所以這些就是要做到100%的一個服務的精神 那再來呢 產品是公司的命脈也是成功的關鍵 所以我們剛剛一直在談 絕對優良品質跟絕對低廉價格這個東西 就是以前像我以前是在百貨公司買東西 可是我現在叫我再回去百貨公司買我要嗎 我已經買不下去了 我回不去了 所以愛多美的東西呢 比百貨公司的品質還要好 但是卻是比百貨公司的品的價格呢 便宜到至少三分之二左右 所以我們自然會去回購 所以呢 現在給大家看到的數字就是 董事長一直在談的就是 公司的目標就是要超越顧客的感動 以及實現顧客成功 所以從韓國一開始呢 出口在2011年的時候達到500萬美金 到13年1000萬美金 到15年2000萬美金 到16年3000萬美金 到17年的5000萬美金 聽說現在有可能超越了多少 1億美金 所以這個數字代表什麼 代表我們台灣之後走的路線會不會一樣 對所以台灣現在是不是從去年500萬美金 現在來到1000萬美金 大家有沒有看到數字是一樣的有沒有 所以接下來現在我們一直開發很多的出口 到其他的國家去 所以未來台灣愛多美也是一樣可以成為韓國愛多美 會追斜著腳步一起在進行 然後愛多美又有一個很棒的策略 就是大眾精品策略 就是剛剛我一直在談的 品質比百貨公司好 價格比百貨公司便宜的這個策略 好再來我們談一下我們的主要產品 來自於哪裡 因為大家一直在談啊 品質好啊價格便宜啊 是不是你在說的 我怎麼會知道到底好不好呢 那接下來讓大家知道真的厲害的地方就是 第一個啊我們的科馬80%來自於哪裡 科馬BNH 那可能科馬BNH 對大家來說沒有什麼聽過對不對 也不知道它是什麼 那我現在跟大家介紹一下 它有兩家很大的股東 第一個韓國的國家研究員 厲害不厲害 很厲害喔 那代表它是不是有官方的股份 好第二個就是全世界三大代工廠之一的 韓國科馬諸事會社 他們兩個結婚了 他們兩個結婚了 成立了一家公司就叫什麼名字 科馬BNH 等一下我就知道你們要講愛多美 他們成立一家公司叫什麼名字 科馬BNH 好科馬BNH所製作的產品 只有一個行銷的通路 只有一個品牌叫什麼名字 對叫愛多美 大家記得順序了嗎 所以科馬BNH不是我們的股東喔 不要講錯了喔 我們只是通路 大家記得喔 我們是通路公司 我們是行銷它所製造的所有的產品 我們簽訂的合約是什麼 永久代理權 它製造的產品只有一個品牌 叫做愛多美 好那再來呢 愛多美又用全球流通樞紐的戰略 有一個戰略叫GSGS策略 GSGS是什麼意思呢 這是全球採購 在全球銷售 所以代表以後 愛多美的消費者 會不會在網路上買到 全世界各地的好產品 會的 所以我們也很期待說 公司一直在不斷的開發 每一個地方的好產品 到愛多美的一個網路平台 好再來呢 我們用最高的篩選原則 來找世界各地的好廠商 來推出物美價廉的好產品 所以呢 愛多美推行的這個策略 有沒有成功 絕對優良的品質 絕對的低廉的價格 會造成什麼 消費者自己願意掏錢出來買 是不是 所以這是自發性的購物 要不要規定從銷 不需要 所以不用規定 重付消費才是最好的策略 好 所以加入愛多美 要不要賣產品 不用賣產品 要幹嘛 自用加分享 分享朋友 把你自用 覺得感動的商品 分享給誰 分享你的朋友 影響他們加入會員 因為朋友 要不要也用省錢的東西 朋友也需要用好東西 也需要省錢 所以愛多美是一個 利人利己的事業 好 那我們一次不斷的聽到 很多的前輩在講 經營愛多美很重要的 三個大步驟 第一個就是 我們是消費者嘛 所以要幹嘛 用看看 然後第二個呢 你如果不會講 愛多美的事業啊 如果你想要介紹 你朋友來到會場啊 你要怎麼跟他講 來看看 如果他聽的也不錯呢 也覺得愛多美 是一個全球性的大商機 那怎麼樣 你就約他一起來 做看看 這樣有沒有很簡單 有齁 好 但是通常都講得很簡單 但是呢 每次聽完課回去 見到朋友 第一件事會講什麼 做看看 然後再來看看 然後再用看看 欸順序顛倒了耶 所以大家要記得我們的順序是 用看看來看看做看看 好嗎 好 再來 我覺得愛多美最棒的部分呢 對我來說 我覺得很棒的部分就是 它是有一個文化的公司 那第一個就是原則中心 第二個是共同成長 第三個是分享文化 那等一下呢 我會跟大家來細說 這三個文化的重要性 好 原則中心呢 就是愛多美有沒有只有一個系統 有沒有第二種系統出現 你有沒有參加過第二場 不是愛多美公司辦的研討會 成功學院 沒有齁 一個月只有一次 墾丁跟鹿港的成功學院是 由愛多美親自來主辦的 再來各地區的研討會 所以只有一個系統 是不是比較容易複製 比較容易複製 就很像以前啊 我的崔劍仁常跟我說啊 Seven啊 現在全台灣有多少家Seven 好像聽說三四千家是嗎 好 這麼多家的Seven 有幾個系統 只有一個系統是嗎 所以它是從一家複製出來的 所以現在我們得到的 學習的文化 是不是有一個系統複製出來的 所以講話有沒有大家都講一樣 然後見到的人都說 我跟你講愛多美 絕對優良品質 絕對低廉價格 有沒有大家都講這句話 有 對 所以我們是一個系統出來 一個學習系統出來的 這個看到的是 我們之前還沒有分開 墾丁跟鹿港的時候 在鹿港的一個盛況 就是同時參加成功學院 大概有三千個會員左右 的一個盛況 好 再來我們可以透過去年的 整個成功學院跟一日研討會的 一個次數來看到 愛多美成功學院兩個場 總共辦了十二場 再來一日研討會 去年總共辦101場 那公司才多少職員啊 不多耶 公司的職員不多耶 可是卻辦了這麼多的研討會 要不要給我們公司內清的員工 一個熱烈的掌聲 我覺得他們真的非常辛苦喔 我來講一下 我上個月去到花東研討會 我去走了三場 他們不是只有跟我們去而已 他們佈置場地 還有那個當司機 還有自己開車這樣 非常的辛勞 所以我覺得當愛多美的員工 比當會員還不容易 所以各位會員你們是最幸福的 知道嗎 好 再來呢 除了我們這個一日研討會 然後跟成功學院 還有中心的一個學習的系統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 我覺得愛多美很吸引人的 就是線上學習系統 那有沒有幫助到一些啊 家庭主婦 他可能是帶小孩啊 可能是在家工作著 他不方便出門 他能不能在家學習 對 他在家學習 學習到的東西也是 同一個系統出來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部分是讓方便我們 更輕鬆地去介紹夥伴 然後讓他們也可以輕鬆地經營事業 同時呢 你聽了一次的公司介紹 你就會講了嗎 不會講對不對 那回去可不可以看影片 一直重複聽啊 你可以練習到一會兒 你會講為止 好 所以愛多美是實現 顧客成功的超一流企業 我覺得這些字都很白話對不對 可是在哪裡都可以看得到 在我們的官網 在我們的APP都可以看到 大家有沒有時常把這些話拿去 跟你的朋友講 我們愛多美是在做 直線顧客成功的超一流企業 把這個背起來 再來呢 愛多美是以正善上略為經營的目標 是正值跟善良是最好的經營哲學 所以大家發現喔 既然愛多美一陣子啊 為什麼大家都口說好話呢 然後大家都變得越來越 慈眉善目呢 是因為什麼 因為我們跟著一間有愛的公司 我們再一個做一件正值又善良的一個策略 好 所以再來談到一個分享文化喔 分享文化我們從公益入跑 我們一直不斷在公益辦公益嘛 那包含剛剛我們一開始在看到一個 博大尼的影片 這一次我也親自去參與喔 我真的聽到那個 園長在談他們博大尼的孩子 我真是聽到 真的覺得 好可憐 我覺得如果大家有能力 真的要去多做一些回饋社會的事情 去幫助一些這些弱勢的一些兒童喔 所以我們公益入跑 是不是也幫助了很多一個偏鄉的中小學 然後包含2017年我們辦第一場的時候呢 那時候報名人數才800位 可是我們有捐贈了六個社會團體 那在2018年第二年的時候呢 報名人數來到2000位 可是我們受贈單位來到11所學校 可是呢今年啊 2019年1月5號啊 竟然高達3500位 然後呢受贈單位有16所學校 那今年一直不斷的聽說 有很多因為我們捐贈的一些國中小啊 都有那個得名 運動得名的一些佳績 大家有沒有非常開心 對 他因為受到幫助 他們可以更有能力去做 他們想要去做的一些活動啊 去努力要完成的一些事情啊 所以我們透過這樣的一個回饋的動作呢 我們幫助這些學校的學生 可以努力的往他們的夢想去前進 我覺得這個非常的棒 再來呢捐血活動 捐血活動我覺得非常棒 因為我從愛多美 第一場的捐血活動就是由我主辦的 然後到現在呢去年也來到 總捐贈的代數是6255代 所以公司的目標是1萬代 所以我們還要再加油 所以今年呢還持續的在辦 而且加了很多的中心 持續的在辦捐血活動 我覺得非常的有意義 再來是原來我是沒有捐血的人 可是我透過辦這個捐血活動啊 我自己也捐了三次血了 所以我覺得非常的開心 然後我現在也鼓勵很多的夥伴呢 只要有辦的時候 一定大家踴躍邀約朋友去捐血好不好 然後再來呢我們還辦了2017年 辦了非常多的一些那個公益活動 然後包含啊就是我們有高鐵上的 AED的捐贈啊有沒有 大家有看到過嗎 還有搜救犬的啊 就一些大家在網路上都可以找到這些資料 如果你想要去分享愛多美的分享文化的話 那我覺得你應該去看一些公益活動的內容 然後呢去朋友那邊 我們多分享一些不一樣的愛多美 不要總是在講兩條線無線帶無線延伸 然後就可以做全球的市場 這樣的話是不是大家聽久了都聽煩了 所以我們不要再聽傳統傳直銷的那一套模式 我們來講一講不一樣的愛多美事業 所以呢我們剛剛一直在談文化這個部分啊 為什麼要有文化 因為公司的目標是要做什麼 百年企業嘛 所以有文化才能傳承百年 是不是這樣 對一間公司如果沒有文化 怎麼樣去做一百年的生意呢 做不了 因為你要有個系統去傳承嘛 除了公司的文化傳承之外呢 我們還有一個事業的傳承 大家知道是什麼嗎 就是世襲三代 是不是也是一百年 大概是一百年 所以我愛多美現在的位階啊 我現在是領袖俱樂部 我一個一年年收入超過三百萬 我可以繼承給我到我的孫子 我們有三代同時都可以享受到這個愛多美 我這幾年努力來的一些成果 然後再來呢 以後我如果有孫子啊 我會不會加入愛多美 會嗎 我孫子也會加入愛多美嘛 那我孫子要在哪裡 我孫子不會跳線去別人那裡吧 我孫子應該是加在我左右兩條線裡面其中一條嘛 那加在其中一條會加在誰那裡呢 加在努力的那個人那裡 是不是 所以大家想要成為努力的人嗎 對 你如果是努力的人 你就可以得到上限的資源 上限的子子孫孫都會加在你底下 這樣好不好 好 所以那我們來談一下這個繼承的這個 這個雙軌無線帶的這個業績的累積喔 可以讓每一個人喔 到最後都在同樣一個位置上面喔 就是愛多美沒有直接推薦這件事 只有安置在誰那裡這件事嘛 然後再來我們又只有兩條線 所以能不容易成功 非常容易成功 因為你只要掙過時間跟人脈的累積 或者你也可以等到你的上限的孫子啊 孫孫子啊 一樣上限會不會很努力 會嘛 所以你只要堅持到最後那一刻 會不會成功 會 一定會的 相信我喔 因為後來還很多人要加入啦 這個愛多美不會那個停止的喔 好 再來我們有一個公平簡單 還有一個均付的一個制度 就是愛多美的獎金啊 是每日結算 再來呢 我們是提拨PV值的70%來發放獎金 那裡面最大的一個獎金是放在哪一個部分 安置組織獎金 所以 這個意思是代表啊 如果你都沒有晉升任何聘接 你一天最高的獎金可以領到多少 四萬五千元耶 有沒有很棒 就是只要你的左邊有五千萬 右邊有五千萬 你就是四萬五千元了 所以需不需要很會講課 需不需要能力很好 不用耶 你只要扎扎實實實去做什麼 做消費連結的動作 你可以累積越來越多的消費者 在這個平台上一起消費 你最高一天的獎金可以到四萬五 這樣一個月有多少錢大家知道嗎 一百多萬耶 一百多萬夠不夠用 夠用喔 如果不會用你來找我 我很會花錢 好 再來呢 有20%是在領導貢獻獎金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呢 就是如果你上了一個位階 比如說銷售大師 鑽石大師 玫瑰大師 星光大師 每一個位階的分數的獎金不一樣 大家知道最領最多獎金的位階 是在哪一個位階嗎 銷售大師 所以代表公司最想要 最想重視的是哪一個位階的人 銷售大師 所以如果銷售大師 他是分10%耶 有20% 10%就給銷售大師平分耶 那其他的10%啊 比如說鑽石大師就很可憐啊 因為鑽石大師是 星光也分得到 鑽石也分得到 玫瑰也分得到 對不對 然後甚至王冠也分得到 中王也分得到 所以大家要不要努力啊 一直往上 因為你可以分到很多的獎金 要去加起來 好嗎 好 再來呢 就是如果啊 剛剛據總也有說嘛 我們今年的目標是90幾家教育中心嘛 所以呢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教育中心的目的就是在 教育中心的所有的會員 讓他們了解愛多美的事業 讓他們了解愛多美的產品 然後呢 可以把愛多美的教育中心 當成上班的地方 這個時候呢 公司呢 鼓勵中心 有付出這些努力 所以給他們一個6%的利潤 所以其實我覺得 愛多美的獎金非常的透明 非常的透明 就是我們的PV值的35 我們的全球的銷售的35% 就是換算100%的PV嘛 而且其中又播了70%作為獎金的部分 都是大家看得到的 好 所以經營愛多美有沒有非常簡單 真的有嗎 沒有 有些人說有 有些人說沒有 那我跟大家講一個非常覺得有的事 好不好 第一個就是第一個動作 先換一個品牌 把家裡的產品 全部換成愛多美的商品 這一點困難嗎 不困難嗎 對不對 簡單嗎 簡單 就是把品牌換成愛多美的品牌 做什麼呢 用看看 同時呢 你透過用看看這件事呢 你有可能就換個人生了 同時你本來在支出 到最後會變成什麼 收入 這一點我一定要跟大家證明 這是真的 為什麼 我以前呢 剛加入愛多美的時候呢 我只是愛多美的消費者 可是呢 一段時間之後 我領了第一筆的獎金多少 兩千塊左右 那時候那個月我很開心 我覺得我在百貨公司啊 消費到VIP都沒有辦法領兩千塊耶 可是我竟然愛多美才消費三個月 我可以領到兩千塊 有沒有很棒 所以我那個月我就覺得 我們家這個月啊 洗髮精啊 沐浴乳 牙膏牙刷牙刷是不是都不用錢了 好 那再過一陣子呢 我一個月在愛多美消費六千塊 可是啊 我那個月啊 也領到六千塊耶 所以我那個月所有使用愛多美的產品 都不用錢耶 有沒有很棒 好 那再接下來啊 為什麼我一開始跟大家說 我是自信於美麗的代言人 代言人怎麼來的 代言人就是你用越多 然後你的獎金就越多 大家相信嗎 因為啊我現在一個月在愛多美消費的產品的總金額啊 大概超過三萬塊 可是啊大家知道嗎 我現在一個月領超過四十萬耶 所以是不是愛多美發獎金給我 發代言費給我啊 所以我是不是每天在 要不要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啊 用愛多美的產品來保養自己的身體 用愛多美的保養品來保養自己的皮膚 需不需要 對因為我在做代言人的工作 我有領公司的代言費 所以我必須要把產品發揮到淋漓盡致 所以我也沒有做其他的事情 沒有耶我只在花我原來在花的錢 可是我賺原來是林志玲在賺的錢耶 是不是 所以我現在像不像林志玲 像啊謝謝 我真的在逼大家 為什麼呢 我覺得這個是自我催眠啊 在台上其實講粗話來喔 就是一種承諾對不對 對 所以我一直在逼自己承諾這件事 也在逼大家來認同我這件事 同時呢 我要用大家的眼睛來看著我 一定非要做這件事不可 好 所以呢 愛多美其實我覺得到現在 才整個 從2009年到現在 也不過11年的時間 那台灣呢 只有五年多的時間 可是呢我們一直不斷的在創造佳績 然後不斷的呢 再複製成功者 可是以前啊 我們大家都在講 李德佑尊王啊 今年施尊王啊 可是我們現在在講誰 我們在講董姐啊 是不是 那可能明年在講誰 好聰明喔 你們真是最聰明的消費者 好 謝謝你們 好 對 有可能明年啊 就是講你們各位在座了 真的 大家都有機會 因為我們還有很多的市場要開 對不對 像越南的市場啊 印尼的市場啊 俄羅斯的市場 還有最重要的什麼市場 中國大陸的市場 所以搞不好我努力五年的時間 你今年努力一年 明年就跟我一樣了 大家相信嗎 相信 所以明年大家見面的時候 我們都一起說皇家大師好好不好 好 所以愛多美已經成為全球 即將要成為全球最大的流通公司 那各位坐在這裡 已經掌握到這個心機了 那最重要做的是呢 我們要努力的去奔跑 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這邊 只要投入積極度跟熱情 我們就可以在這邊呢 贏得起跑點 然後搶佔我們的市場 所以呢 現在要跟大家祝福一下 我們一起呢 從台灣出發 做到全世界 謝謝 我們現在短暫的努力 我們換來一輩子的幸福生活 謝謝大家